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做出来的飞饺品 你会把它做很简单的 葱油饼 我们只要拿饼片和焦点在一起 然后这个是油酥 油酥怎么做呢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拿沙拉油 然后再加一点调味料 比如说黑胡椒粉或是五香粉 你要加一点进去让它有味道 然后就把饼片的涂上一层油酥 或者是沙拉油也可以 这只要是造成它的层次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把放上一点冲上去 如果你现成没有冲的话 冷冻库里面有一些冲也可以拿出来用 就是撒一点冲上去就好了 还是你要可能放一点 其他的料上去 其他的料上去也可以 就主要让它有味道 好 那再来呢 再来我们就是把它装置捐起来 就直向这样 先把它捡起来 你捡得越细 它层次就会越多 就这样捡 然后你把料包进去 把它推进去 然後整個把它捲好 捲好它變成一個長小的馬 然後呢我們從這邊邊 從這邊邊開始把它這樣子螺旋狀捲起來 這個收口就把它放在下面按住 那等一下我們讓它收拾一下 最後一桶 為了要不要緊 那需要回歸 有在訪問 Fare不回歸 從這裏 防止 訪問